Hello 大家好 我是元素华医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比较有趣 是关于小baby的牙齿 我们一直在强调家长要早一点带小孩子来看 所以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在小baby的牙齿上看到了些什么 这个是上次前一阵子有POCO的CASE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四颗门牙 四颗门牙其中变成了两颗 我们叫它连体阴 连体阴造成的问题就是 周间的勾勾缝缝的地方会蛮容易蛀牙的 这牙齿长得超级可爱的 很像个爱心 那其实这个是妈妈的形容词 我超喜欢的 好 这是另外一个CASE 其实家长来的时候没有特别的问题 可是呢 我们把牙齿刷干净之后呢 用灯光打开来一看 就只给妈妈看说 你的小baby的牙齿上有一点特别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我们不能叫它叫蛀牙 它应该是一长出来就是长这样子 那这些牙齿呢 其实呢 是一种钙化不全的 池值 那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没有刷干净的话 没有注意清洁的话 这些有颜色的点点呢 它的硬度比较不够 助牙呢 会从那里开始 那这个CASE呢 有点像上面前一个CASE 大家可以看到说 牙齿的外面也有一些很明显的颜色 有小点点 那其实呢 这个内侧的地方造的不太好 可是它真的从内侧就已经蛀掉了 那小朋友因为妈妈有喂母奶的关系 那所以会比别的小朋友容易住 那牙齿的池值又不好 很快的在一岁多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它内侧的牙齿已经蛀掉 那这是小baby的CASE里面我们最常看到的问题 就是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发现蛀牙了 那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牙齿上发育的问题 那妈妈问我说 怎么箭头指的地方那边有多一个白白的 是不是有多长一颗牙齿 那其实不是多长一颗牙齿 那其实是那颗门牙的形状比较特别 它里面呢会长出一个凸起的物质 很像一个小猪猪一样 那这个小猪猪呢是跟牙齿是连着的 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所以看不出来 那当然等它全部长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它因为形状异常的关系 所以要好好的刷牙 那带来给牙齿看的好处就是 早一点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妈妈就不用紧张了 那这个case呢 比较有趣是 大家可以看到 怎么才一岁多而已 怎么就好像有牙结石 那它真的有牙结石 而且呢 它的牙齦有点发炎 牙齦箭头直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下面的两颗门牙 它比一般的小朋友来得长 那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 其实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就能做的事情是 就是跟家长讲 这小朋友的门牙 好像比较容易有牙周的问题 那什么样的原因目前为止 在这个年纪还看不出来 那我们可以帮忙它的就是 尽量做好清洁 不要让它牙齦发炎的问题呢 随着年龄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呢 它也要定期的回诊 在后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 也许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问题 那至于牙齿它为什么那么长 是不是牙合上的伤害啊 或者小朋友有做什么特别的动作 目前为止也是待观察 那这一个case呢 只有1.5个月 大家可以看到 怎么才两个月的小朋友不到 就已经长出两颗牙齿 其实这两颗牙齿是一出生的时候呢 几乎就冒出来了 它非常非常的咬 那大家可以看到 箭头指的地方呢 小baby都把舌头都弄破了一个洞 那这种呢 新生儿的牙齿 大部分这么早就长出来的话 牙齿的动摇度都会很高 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那如果它的咬动度很高 然后又造成了小朋友喂奶的困难啊 以及它舌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溃疡 那我们通常是把它拔掉 所以右边可以看到 那个是拔掉的牙齿 就看起来是非常的不成熟 那大家都以为说小baby来看牙齿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其实是的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没有特别的状况 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一点点特殊的状况的话 医生会早一点告诉你 然后定期的告诉你怎么去照顾 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去定期的照顾它 定期的回诊 那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呢 美国儿童牙科医学会呢 建议小baby呢 要一岁以前或长第一颗牙齿 就要带小朋友来看牙齿 那在这些case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在我们FB上 我们会尽快回复给您 谢谢各位 拜拜